没多说服许就担心多说多错 7月12号有没有办法违解封是未知数 但封法背识和中央有差异 如果要需要解封就还是一样嘛 分阶段 这种不吃饭的先优先 涉及群聚吃饭的应该是最后 内用外食的这一部分 做某一个程度的放宽 那是现在目前在规划的一个方向 能不能内用目前全台疫情最严峻的台北市 恐怕不敢下定论 民众更是看法不一 如果一解封可能又会回到当初 开始爆发的那个阶段 对啊没控制很好 而且我们年轻的其实都还没有打疫苗 的确日子快撑不下去了 就连北市基层也传出争议 平民媒体报道 北市有里长发出连书呼吁 摊上还有夜市不要为解封 避免群聚弹传出 这个里长电话却被摊上灌爆 炸他干净收回 经济对上疫情实在难拿捏 有里长不要解封 也有人喊出要北市说清楚 发起连署指控市府配合宁夏夜市自治会 宣布夜市为解封 让民众误以为可以放松 要求市府收回臣命说清楚 无论什么夜市都是三级警戒禁止内用 只是发起的里长有民进党背景 向他求证却匆匆挂电话 解封难题遇上政治难上迦难 TVBS新闻程序 华小平李平 刘婷婷台会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 靠地平均 阅